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他的朋友们,我是老五 这一期呢,又是做给社图日记啊 这是已经连续第二个社图,邀请社图日记跟我连线的视频了 首先呢,我已经等了好几天了啊 大家也都知道啊,因为最近嗓子不是太舒服 所以说呢,休息了几天 然后我的微信呢,我的什么电报群呢 然后都挂在那里,我也没有见到社图日记来找我 然后,所以说呢,我第二次邀请一下社图日记 别成天啊,这个小粉红那个小五毛 我给你一个直接的证明,来证明我 小粉红小五毛有多不堪 所以说呢,我邀请你社图日记来这儿跟我来连线 就如此的简单,别成天找一些啊 那些啊,就是说啊,那个小孩十几岁的小朋友 然后他的世界观还没有真正形成的一些人 大陆的一些小孩年轻人 来兑现啊,然后讽刺别人啊 找着人家视频啊,这种恶心别人 你找些成熟的啊 找些我这样的,好吗 来跟我对个线,别怂 之前那个视频我就说了,别怂 像个男人一样,好不好 别跟个小人一样,好吗 别跟一个,下坐的一个 就是下见的一个东西一样啊 像个人一样,别藏着 别掖着,正大光明一些 我这边邀请你,你就敢接 我看一看,你像不像一个男人 成天假不假式的啊 跟着一些啊,拿着一些小孩 十几岁的小孩来兑现 你看看这些大陆的小粉红 给你机会了,对不对 虽然说我粉丝不多啊 也就是不到两千,也就是这样 所以说呢,那没有关系啊 没有关系啊,不到两千 对比对比涉图日记很少 但是我比那些小粉红 还是有多一点点粉丝 证明我更不行,更不堪啊 把大陆比下去 别成全欺负弱小,对不对 成全别欺负小孩 这样的话啊,能让别人看得起你 成全欺负小孩,你算什么东西 对不对 然后台湾人都是这种玩意儿吗 台湾人都是这样的东西吗 嗯,成全欺负小孩 讽刺别人,哈哈哈哈,就这样 嗯,对不对 像个人一样,像个男人一样 别成全鑽在自己的地洞里面啊 钻在自己井里面啊 天好大,对不对 像井口一般大 站出来,看一看 别在自己的通文层里面混了啊 我也在油管,你也在油管 咱们都可以连个线 对不对 你能做直播,我也能做直播 公平一点 别老欺负别人,对不对 等了你好几天了 也没有见你们来联系 其实跟摄图日记 这个事情啊,我觉得挺有意思 挺逗的 什么叫挺有意思 挺逗的呢 就这帮台湾的1450啊 这帮小杂毛 然后真的是让人挺看不起的 之前我做了一期 关于摄图日记的视频 然后就聊了聊啊 什么摄图日记 什么跟红三代呀 那个扯淡的那个红三代 他的爷爷啊 就是他其实是他姥爷 然后也就是一个士兵 1949年的士兵 然后的话到了今天 敢说自己红三代了 就那么一玩意儿 就那么一东西 他的爹还是一个贪污犯 跟这样的人去联系 红三代啊 也反中啊 搞这一套 然后做了一期这样的视频 你看看下边那些啊 台湾的1450 来我这啊 去找摄图日记连线啊 去找摄图日记 开始跟我叫板 你叫板 我就接 连线就连线 对不对 我要在这儿 跟那些摄图日记的粉丝说 回去跟你的主子说啊 别当人家狗 站出来啊 我已经开始邀请摄图日记 跟我连线了 别装怂 别跟狗一样 好吗 缩在那 没人打得了你啊 好吗 打不着你 出来连个线而已 很公平的 别在那怂着 像个男人一样 他那娘们儿唧唧的干嘛 什么玩意儿啊 什么东西 你知道吗 他那欺负十几岁的小孩 大陆的消散红 来 我这儿 跟我对 别怂着 这就摄图日记 你让人看得起一点 这就是台湾之光啊 在我眼里面 摄图日记这种人 真的是台湾之光 台湾现在以后 就是这种人居多 你知道吗 藏在哪 缩在哪 小凤红 小凤红 哈哈哈哈 真好笑 你真让他站出来比一比 你看他敢吗 你看他敢吗 他根本就不敢 一帮就这种玩意儿 摄图日记 我跟你说 你一天不接 我就接着一天去说你 什么东西 你知道吗 我在油管上做视频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动力 都是这些台湾人 当然了 以前跟大家也聊过 香港那边反送中的时候 反修例的时候 也让人很气 但是的话 台湾那边就恶心了我 几十年 以前跟大家介绍过 在网上跟台湾人台杠 已经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 一直到今天 那行 咱们也换另外一种方式 时代在进步 二十多年前都是一些论坛 那破网站的 那是那上面台杠 现在咱们来 来来视频连线 敢不敢 这就是摄图日记 不敢 这就是台湾之光 台湾大英雄 摄图日记 像个男人一样 接个招就行吗 而且刚才说了 摄图日记那帮狗粉丝们 那帮小杂毛 跑我这来 刚开始啊 我做了一个视频里面 做一期视频 你去找摄图日记连线 跟他连线呀 连线呀 我接了 你们的主子不敢接呀 你知道吗 你们的狗主人不敢接招啊 你让他去接招啊 回去找你们的摄图日记啊 去说去 说啊 老五已经同意了 老五在找你连线呢 去接呀 这个事情特别的逗啊 做完那个视频的时候 就好多的台湾呢 就摄图日记的粉丝出来说 啊 去去去找摄图日记连线 结果后来我做之前 前几天 我做了那条视频 跟摄图日记连线的那个视频 台湾那帮小杂毛 摄图日记的粉丝啊 不说连线的事了 开始骂了 啊 你多少粉丝啊 这如何如何如何 我不管多少粉丝 证明我来 让你们的摄图日记 证明我不靠谱 好吗 来 让他证明一下 看看到时候谁证明谁 敢不敢摄图日记 什么东西 台湾就是这样的啊 台湾就台湾原来还说实话 以前台湾的学者 一些学者 从我的角度来说 还是比较受人尊敬的 你看看现在台湾 都是些什么玩意儿啊 黄中黄中悔气啊 瓦否雷鸣啊 什么样的人叫瓦否 就是摄图日记这种人 还把自己当网红了 是吧 你不就是一小混混吗 你懂什么 啊 摄图日记这种人懂历史 还是懂懂政治 还是懂文化 你懂什么呀 天天拿着大陆的一些 一些年轻人 出来恶心别人 欺负人 欺负成这样 嗯 打个拳击还分量几呢 来欺负欺负我 对不对 那么多粉丝的人 还不能欺负我吗 对不对 不都是流行 谁粉丝多 谁正确吗 对不对 谁关注数多 谁正确 我让 我让你来证明 你关注数比我多 来 你正确 来压过我 连个线试试 敢不敢 这就是现在的台湾 为什么我之前说啊 我希望台湾以后都是涉图日记种人就好了 为什么呢 这个世界啊 这个世界还是讲道理 讲实力 讲公理的 谁好 谁坏 他不是靠这张嘴就完事了 谁好 谁坏 还是要看实力的 一个国家上来看看军事实力 科技实力 文化实力 经济实力 你从一个人身上也是一样 你这个人 得到的知识多 获取的知识多 跟获取的知识少 还是只知道骗人 只要你站出来 亮亮相 大家看得出来 现在就是给你涉图日记一个机会啊 让大家看看你是一个只靠嘴 过活的人 还是你真的有知识 有文化 有素质 这样的一个人 让大家来见识见识 对不对 就如此的简单 嗯 别可老靠着那张不要脸的行为 骗呐 然后造谣啊 满嘴胡说八道啊 跟你们台湾的名嘴没区别了啊 拿着这些东西出来说 有任何意义吗 北京没有下水道 对不对 大陆都靠田鼠 然后北上广一片漆黑 我这灯是什么呀 什么东西啊 你们这种造谣的玩意儿 怕打脸了是吗 怕一联想就出来被打脸 对不对 别怕呀 敢说就别怕别人打 对不对 说话得负责任 你不负责任 就会被别人追着骂 你是个什么 还不想骂咱听的啊 是个脑残 什么东西啊 台湾大英雄 台湾之光 涉图日记 千万别给台湾人丢脸啊 台湾人多棒啊 对不对 台湾钱烟角木 对不对 然后台湾人靠着什么 一个公文包 满世界去赚钱 台湾人又努力 又勤奋 又棒棒 台湾人好棒棒 对不对 那你就出来证明一下啊 大陆的人都不棒棒 来来来给你证明 来跟我对个线 连个线嘛 就如此的简单 对不对 就如此的简单 天天讲不讲是 自己在自己的同文层里面 这儿不行了 那儿不好了 大陆小粉红很好笑了 对来 我给你个机会 证明一下大陆的YouTuber 然后有多好笑 敢不敢 对不对 敢不敢 以前做视频跟大家说了 台湾人难道不知道 涉图日记那些人都是撒谎的吗 其实都知道 为什么还要支持 那就是一帮自卑的东西 你知道吗 他不靠骗 不靠这种啊 这种小丑出来逗大家乐 你说那帮自卑的人 他的心态如何去解决呀 他只能靠这个 他靠不了任何别的东西了 这就是一帮很可笑的东西 所以说 既然你敢出来恶心我 既然你敢出来恶心大陆 那就行 那咱们对个线吧 我就直接证明你就是个骗子 当骗子也是有代价的 要明白 不像你们台湾啊 扎骗犯啊 到了台湾就给放了 什么玩意儿啊 啊 一帮骗子犯了法的东西 到了台湾就给放了 当骗子光荣 台湾之光啊 对不对 能够骗人 好 出来骗一骗呀 我现在做的事情就是 让大家都看到你们 就是一张一帮骗子 什么东西 社图日记听好了啊 你一天不接 我就一骂一天 你两天不接我骂两天 社图日记 千万别怂啊 千万别怂 别跟个老娘们一样 像个男人一样 好吧 这期我就不多说了啊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